本土 民主 反共 保留政治 民生起義 My Radio 2016 大香港早晨 主持黃陽達 黃毓民 早晨 大香港早晨 這是My Radio 和《二血時報》聯播的早晨節目 大香港早晨 今天是2016年的5月4日 五四運動 其實本來有想一節 想一節來做五四運動 但是一早就來講五四運動 不如大家聽回歷史在笑 報一節歷史在笑 有一點不同 因為始終是 不同的是什麼呢 不同的是我們講得差一點 對比教主來說 講得差一點 還有一樣東西是不同的 但是我也在想講不講 好還是 因為還未到一百年 差不多一百年 是 泰博的照片 搞到我在公司 不小心大笑了 哪一張 林峰那張 他是不是昨天說出宣傳的 不知道 我們昨天不是說五四運動 先說五四運動 我們 我知道 他在說你們昨天去拍照的 那些 你和阿四眼的親密照 哦 我們上頭的 是新娘房 上頭的 那些照片 因為今天是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 都是一句說話 其實到今天都未完 五四運動到現在 這句說話 就是當年陳獨秀 臨死 臨終之前的一句說話 為什麼呢 有一件事 就是裡面 其實一直都是說 破除封建迷信 在說科學與民主 到今時今日我們都是沒有的 對嗎 就是香港人都沒有什麼科學精神 還有沒有什麼民主 第一件事 首先很感謝 就是剛剛這個星期六 4月30日 這麼多位來到這個新西地板 去捧場 支持我們這個新西地板的開幕 不單止是很多朋友 很多支持者一起來 那令到我最驚訝的就是什麼 令到我最驚訝的就是 因為我老爸老母都來了 阿基里不在 你沒有來 我沒有來 你上班 請假 請不到 那你今早有這麼空做節目 今早不用上班 坦白說你都沒有來 你上班 你又上班 阿哥 平日又不上班 你們有事做的 你又有事做的 全部熱狗都是失業 不是 全部熱狗不是失業 有錢都不用做 就是中產 他拿波子拍傳單 那些 那些嚇到你 什麼 拿波子不會給他 好像是 就是為了不給他 所以他專門才拿波子來拍傳單 那很感謝 很感謝這麼多位 對我們的支持 當日 因為我爸媽 自己都來了 為什麼呢 為什麼我覺得驚訝 就是因為那天 4月30日 本來我家在幾月前 約了拜山 我媽媽在那邊 後來想不到我媽媽放飛機 我媽媽放飛機 我媽媽放飛機 我媽媽死了 不是 我的祖父輩全部都死了 然後他放祖父輩飛機 本來說拜山 後來因為新西地盤開張 他捧場 連山都不拜 這件事 我都覺得 真的 那是地盤足 你有沒有覺得自己不孝 不是 我覺得五四運動中有少許意義 因為山的東西幾遲都可以拜 雖然是效義 效義 也不是迷信 是一個儀式 一個集數 但是更加重要的是 我們在說全民制憲 運動 其中一個地盤啟動 對於香港未來的決定性 也很重要 這個權能是一個拜山 和下一代來說 都是下一代比較重要 你說得很虛 你覺得很心虛 是啊 因為其實我也挺囂張的 本來我答應了之後 然後我問 那天拜山 我說是嗎 那我自己二十九會拜 我進去逛逛算 我說我去拜山都是吃東西 你來地盤 我們開張都有燒肉吃 你吃的燒肉 你吃的燒肉 我吃的燒肉 然後他想想 都是你的燒肉好吃 然後就回來了 這樣也被你說服到 厲害 是跟金權有關的 我跟他說 我跟他說 都越美了 四、三十號 都越美了 總之多謝大家支持 接下來這個星期六 就是九東地板的開張 待會我們也先宣傳一下 大家要多多支持 然後九東之後 新東地板就會開張 都要留意我們的公佈 第一次說什麼呢 第一次說一說昨天 昨天我們就拍照 大家都知道 Facebook也有瘋傳 大家都看到很驚訝 對嗎 就是 都一時戒話 你和四眼 我和四眼那些不說 國師才厲害 國師的造型 簡直就是大總統 一半 你不知道 因為除了你看 Facebook 國師換了一張照 金子眼鏡 現在醒神很多 醒神很多 還有犧牲差點很大 因為你知道拍照 眼鏡會反光 昨天為什麼搞了這麼久 其中一些片段就是 死了 那你眼鏡反光怎麼辦 好沒有拍照 眼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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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金子眼鏡 究竟是誰拍照 很貴的 那副眼鏡 結果決定我們把這件事 交給現場的工作人員 很感謝他們 真的拍斷了嗎 沒有 差一點 花了一點 所以除非打燈可以搞定 沒有啊 真的拍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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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沒有爛刀 沒有爛刀 沒有爛刀 但是有驚喜 大家留意一下 我們之後的新傳單 多多支持 拭目以待 昨天我們拍照期間 發生了一件事 就是我們一邊拍照 看到網上有一條影片 就是瘋傳 今天都是很多報紙的頭版 蘋果就是大大標題 寫著頭版 就是關於這個 長沙環道一中的交通意外 的士衝燈 撞飛BB和婆婆 這樣 不如看一看一條影片 在長沙環道發生 現在我們看到那個畫面 就是隔離其中一部 在場的一部車的車鏡 嘩 我話口未完 其實當時你看到 白色衣服的一位婆婆 拿著BB車推著過馬路 我們可以看到 當時的狀況其實是綠燈的 但是在現在的車鏡 左手邊的位置 那輛的士突然衝燈 衝了上去 撞到BB車那裡 然後繼續右轉 撞向石坡那裡 不如你從頭播一次 因為你再按多次 你這些車也會卡得太準 太大 之前的影片又不準 我們現在再看一次 你現在可以留意著 螢光幕的左手邊 現在BB車推著出來 那輛的士撞過來 一下子撞過去 其實那輛的士 並不是撞到婆婆那裡很多 她主要就是撞到BB車那裡 所以 其實婆婆原地跌倒 就不是很傷的 當然年紀大 始終受到的傷害都是比較大的 但是BB車是整架飛彈了 去到隔壁石坡那裡 那裏保守估計 大概 我看報紙報道 都有8至10米的距離 即是你說BB車飛彈了 是啊 是BB車飛了 不是 你看到的士都收不到掣 因為那輛的士是 撞正的BB車飛了 反而婆婆的人就沒什麼事 是啊 明顯的的士肯定衝燈 肯定衝燈 下雨 雷雨膠膠底下衝燈 其實昨天看到這段影片的時候 我們拍照也不太舒服 因為大家都很擔心BB有沒有事 因為你看著她真的兜東西 整個車飛出去 但是真的是吉人天上 這個BB只是臉好像整花了一點 但是你嚇到嚇死了 嚇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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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BB是3歲的 其實不是說BB 這件事都記得了 見到的士都很害怕 坦白說 幸好這件事 幸好BB沒事 那婆婆有少少的擦損 腰部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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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的士司機現在怎樣 這件事司機 大家看到這段影片 他都沒有出來救人 其實現在暫時未有最新的消息 只不過是經警方調查之後 初步調查 就說他事發之後 大約16分鐘之後 天文台發出黃色暴雨警告 警方就不排除 這個的士 因為這個天雨路滑而失控 那大家都知道 不排除 所以還要進一步去調查 才知道 司機有沒有報道說司機幾歲 司機呢 現在出來的消息 司機是38歲的 他當時是載著乘客 33歲的女士 有乘客嗎 有啊 但是他好像穿了車頭頂上的燈 是嗎 看影片 是嗎 是啊 剛才 播出這段影片是不是 好 我們留意畫面的左邊 留意畫面的左邊 沒有的 沒有的 我看錯了 街燈你 街燈來的 司機是姓梁 38歲的 女乘客姓何 33歲 肯定是車住客 車住客 對 根據報道就是 當時是經長沙 橫向荃灣方向行駛 OK 附近就是 恩福中心 附近 因為我們當時看到這段影片的時候 也有幾樣東西 大家都說 喂 肯定是衝燈 是 影片都看著它是衝燈的 肯定是衝燈 之後後來就是 譬如 因為我們都 水媽都在島 我們幾個都在島 水媽看到這段影片之後 他第一個反應的動作 幸好有摔安全帶 是 我以為他在說的是 的士 幸好有摔安全帶 不是 其實是說 幸好有摔到BB車的安全帶 是 這件事真的是 不幸中的大幸 是 摔BB車安全帶 因為如果他沒有摔到的話 現在的幸運就是 是BB車在BB車裡面 沒錯 如果沒有摔到 你這樣撞過去 到時那個損傷 就真的不好估計 沒有啦 因為你的BB又那麼小 他衝力那麼大 地下又這樣 嘩 你有沒有試過撞車嗎 沒有 沒有 阿基你有沒有試過嗎 沒有 我去年這個時候 撞到下有 我去年不是這個時候 我去年 我去年早一點 我想去年二三月 就是撞的士 是 你走過被的士撞到 當然不是 只要我怎樣走過被的士 我走過被的士撞到的話 我就 我就 沒敢見 沒有什麼 我坐的士 我在的士撞到救護車裡 噢 的士撞到救護車裡 是啊 我坐在的士撞到一輛 正在響安的救護車裡 那一刻幾天 黑暗 黑暗 黑暗短時間 還要那輛救護車 是有急救病人 我那一刻 我那一刻撞 都已經是我駕著CKW車了 這樣撞到救護車的車尾 但是 因為我有個背囊頂著 我老婆在後面坐一坐 那一條頂痛了幾天 OK 但是已經撞到車了 你不要以為 好像 壓下去 看片 充力不大 其實三四十米那些 不要說很快 都已經整個人拋出車了 你看看安全測試 更何況你現在的士撞到BB車裡 但是這件事的焦點當然是什麼 焦點就是晚上之後 晚上就發生 大家都知道消息 安慰一點 比較安慰一點的就是BB沒事 那我淘汰了 只是BB車的支架切斷了 是啊 BB車的支架 車爛了 後來就有報導 原來BB車是有寶寶的 沒錯 BB車有寶寶的 就是英國皇室的御用BB車 叫做Silver Cross的牌子 我還是賣廣告 我只是層實 你做什麼 你找照片 這麼厲害 有照片 這次是周到 這就是Silver Cross的BB車 不過我們不是很清楚的型號 但是 最主要的重點就是 BB的安全帶 我們可以放大一點看 這個安全帶 非常安全 它屬於一個五點式的安全帶 這是哪個她為才by 即是 Пока 他報章書 他才報章書 原來報章書 就要寫你 因為這是一般 這架牌子 也有其他款式的 有兩點式 三點式 四點式 這個CD 做什麼呢 沒有什麼 我ề批出來 就是跟我講 有個安全帶 是BB車的安全帶 這個扣位 可以分成這幾種 最穩困是這個五點式 三點式即是有五條帶 慣常大家看到 很基本的就是兩條帶 左右兩邊一條,在腰掛著 再多一條就在下面 對著中間 五點式就是肩膀左右兩邊 再有兩條帶 整個紮實了 整個嬰兒就很安全了 這種五點式的安全帶 報導說這種,雖然比其他款式 就不太舒適,但比較穩固 就是腎房 會滑出來 是嗎?你去報導說 這隻五點式不是那麼舒適嗎? 是啊,信不信 不是吧? 因為對於嬰兒車來說,我也有些研究 是嗎?居然 你坐過嗎? 你沒有坐過嗎? 我沒有坐過這些 大家通常都坐過 因為我也有親戚 嬰兒出生不久 這段時間也接觸得多嬰兒車 其實本身我也有很多 因為其實 我有兩個弟弟 你知道嗎? 我跟我弟弟的年齡差距很大 我跟我最小的弟弟相差十年 是嗎? 是啊,所以其實以前小時候我照顧他的 OK 我基本上是 我基本上是不錯的 我照顧B的手勢 我敢誇口地說 你弟弟這樣跟你說 所以他現在都很憎恨我 是啊 我就是看到為何跟我認知有些出入 是啊,因為我專門是那些 洗完澡不穿衣服便宜在床上那些 那些油他在那裡曬太陽 因為那個嬰兒車 我最近比較接得多 這隻SILVER CROSS 你不要再笑 他其實 真的 真的 高階一點點那些 那些 要一萬多元一架 哇 你有沒有見過? 一萬多元一架那些 一萬多元一架? 一萬多元一架?沒有 一萬多元一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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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當 這件事未發生之前 即是 未撞了 未撞過去 馬上有聽眾說 好像要一萬多元一架 是一萬多元一架的 最便宜的 這個是中階 中階 那些 再貴的那一架 是 兩萬元一架 兩萬元一架 那些 購買一部二手車 那 喂 就是 為何第一節是有公共性 因為對於 嬰兒的保障 我們這些人 未有B 未有家庭 就會覺得 用不用? 是啊 你買那些什麼 五星 不知道說什麼 你靠一條安全帶 一星打橫那條 都覺得夠了 對不對 是啊 譬如你 阿淡仔 你可能也會這樣想 譬如你放一個B 你也放下去的時候 有去 坐在那裡 你會不會覺得 一定要靠安全帶 通常我看 就是綁三點式 那些左右 和下面一條 那種 你說 泰哥 你是否覺得 要靠安全帶 其實你這樣問 我之前是沒有想過 要靠安全帶 是的 那些機會沒有想過要靠安全帶 我真的沒有想過 有個意識是 那些車裡面 是人推的 你不是出去馬路騙車 因為網上 被人撞了安全帶 我看到網上 大家把焦點擺 一架BB車是英國製造的 那是英國皇室的車 斷了一些支架的 都真的是一件事 英國製是好一點 但重點不是那輛車 是英國製 重點是拿安全帶 是啊 反過來 那如果那些國產嬰兒車 又要求安全帶呢 國產嬰兒車 雖然沒有飛出來 但是車都 完全失敗 如果是中國製那些 變成碎片 那個可能要觸碎 那個可能 變成碎片 可能反過來 傷害嬰兒 因為你的嬰兒車 散了 或者配件做得不好的話 有毒是其一 有毒是其一 其二 它會爆炸 是啊 它會自己爆炸 是不是 嬰兒車會爆炸 你不怕嗎 那其實是 真的 無論有沒有小孩 或者看到街 有些家長 貪 一時方便 有一個嬰兒坐在嬰兒車上 坐下機 扣不扣安全帶 不是的 真的要扣安全帶 你說什麼都好 那個嬰兒車 一放進去就應該扣安全帶 因為這個是近乎上色 是啊 我知道 我以為扣安全帶 是因為表會爬出來 以為會偷走 你只是想起這些 我沒有想過這麼嚴重 會有車撞 不過是的 不是的 因為你有時 有時 有些 譬如你剛才說 會爬來爬去 會跌來跌倒 這個是危險 但是 最怕它會反 因為有些嬰兒車的設計 不是那麼好 那它本身 就是平衡組的不好 譬如你在後面掛得多一點東西 那嬰兒車會反 那這些 通常大陸車是會這樣 但譬如Silver Cross 那些不會 Silver Cross的情況 怎麼說呢 近乎 近乎 是 無重嬰兒車 是的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沒有接觸 我呢 因為 我最近也有去看 就是跟我無關 對 知道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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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真的值得 那些 很奇怪 無故地看嬰兒車 你說 對 不是 那你 陪一下 陪一下 人生去到不同階段的時候 要學習一些其他的知識 要為一些事準備 不是 沒有這些事情 有壓力 所以 你說 昨天看到那些新聞的時候 我自己覺得 喂 那當然 當然 英國製造 差不多 差不多 這個是下午 昨天 下午兩點五十分 剛才撞嬰兒車 大概是五點零六點的時候 是的 然後現在 來講這個地鐵的爆炸事件 都是下午兩點零三點的時候 其實都是差三個小時 都是附近 深水埗 是的 都是近的地方 那些 那些都害怕的 那些是有個男人 在地鐵裡面 然後有音響 然後 有些自製音響 有些自製音響 有些自製音響的土炮尿袋 即是怎樣 即是爆炸 即是話說 昨天 兩點五十分鐘 在荃灣線 一列 往中華車列車 去到深水埗附近 將近到站的時候 就突然爆炸 在那個男子的單車上面 木箱爆炸 然後乘客紛紛走避 然後去到深水埗站 木箱爆炸 木箱爆炸 就疏殺了六百名乘客 其實現在報道就指 那個其實是一個 池哥南市的自製音響 的土炮尿袋 即是自己用電池組裝進去 即是那些阿叔很喜歡的 有些 DIY 下一塊電池 放下線 放下電池 這樣組裝進去 深水埗 那為什麼你們覺得這件事 是跟那個BB車有關呢 因為那個對比很強烈 剛剛說完那個 就是英國的名牌BB車 現在這個 它這個厲害就厲害 它不單止是土炮 它裡面爆炸的部分 就是那個電池的部分 是大陸的電池 有大約數萬粒的電池 數萬粒的電池 真的很瘋 他在葵中 隨便在街上 撿幾萬粒大陸的電池 幾萬粒 他隨便在那裡撿 然後撿起來之後 真的拿來用 在那裡弄個Hifi 然後事發的時候 就是他在手拍一拍那個盒 即是他的手濕濕的 拍一拍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他濕了水 那時候他就說 看到那個震 說那個箱震 所以他就摸了某箱 即是他自己在那裡 看到那個箱子在那裡震 然後他一拍就爆 對 他很恐怖分子 過萬粒 過萬粒 大陸電池 即是他身上沒有過萬粒 但是他撿了過萬粒 都是而已 他身上有幾十粒 即是那些大電來的 然後他那時候 手濕一濕 拍一拍 然後就爆了 這樣 這個強烈對比 因為你幾件事 就是你昨天的黃室BB車 然後後來這單單車 地鐵裡面的單車爆炸 因為其實 開頭他們今早 今早阿譚仔跟我 這兩單東西合起來說 有沒有 我說 兩單東西有什麼關係 阿譚仔說 不是啊 那個原來是大陸電池 過萬粒大陸電池 我想起都害怕 自己都會爆 你放在家裡也害怕 你怎知道那些電池 因為他又撿回來 是 中國電池 而且是中國電池被人棄置了 是 中國電池 幾萬粒 你想想 黎明演唱會 那個帳篷都過不了安全檢查 那單帳篷 這要解釋一解釋 我問過一些朋友 雙熟做消防 做政府部門那些 他說原來那件事 真是很 由於我們之前的節目所說的 那個內情 原來已經去到那個 因為他要拿場地的安全檢查 消防 然後有說看民處等等 原來有一個說法 這是一個說法 政府部門響批這些 娛樂場所排的場地 已經是相對彈性 所謂彈性就是 其實甚至去到一個地步 即是 鎮開鎮硬幣也會 又不是鎮開鎮硬幣 甚至遷就到一個地步 是即日即檢 意思是什麼 意思就是說 譬如我們之前都有一個質疑 你搞這些場地 尤其是你有個帳篷 公開演唱會 那你的安全檢查 你做足措施 但是其實很多時候 真的可能會通融到一個地步 就是說 你去到開演唱會之前 譬如早上去看一看 安全的走火通道 滅火鐵絲 整好 那就算了 OK 所以 但是有一個說法 這是一個說法 就是說 什麼呢 就是去到檢查的時候 發現到那個帳篷裡面 是差一件事 就是那個帳篷的表面 沒有噴這個消防物料 嗯 就是說其實你噴一層 消防物料上去 那個帳篷就過安全檢查了 哦 這個是一個說法 就是我問回來的 即是有層合格的防火的 是的 其實純粹是帳篷 如果不是大陸製的帳篷 譬如說之前說 用英國製的帳篷 又要噴這層東西呢 應該英國製本身有 應該有這層東西 他原先那張證書 那個帳篷的證書 是會寫了有的 是的 那去到的時候 就說 證書和你的貨不對版 是的 那結論是什麼結論 就肯定是偷工減料 是的 就是說你其實噴 即是噴在沒有那層東西 噴一層噴定上去 就是說你講那帳篷 然後有沒有一層噴定上去 是防火的 有它有這樣就可以 那這個其中一個說法 那我就聽說 不是啊 有多合理 但是 為什麼會幾個東西加起來 譬如你說 電池爆炸 或者黎明演唱會 黎明都已經告訴大家 這是黎明的教訓 就是中國製 就真的會搞不成 所有東西 那我對比這個英國製 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純粹是一樣 純粹的就是 他的質量監控 或者質量的檢查 是做得好 譬如你說剛才的嬰兒車 他可能都是Made in China 坦白說 就是可能 他雖然都是英國牌子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中國製造 但是 你怎樣說都好 他這些名牌的BB車 他可能 最終回來的安全檢測 他要經過自己國內的標準 這是一件事 但是 中國國內的標準 真的和大家用手指的 沒有標準 標準是隨隨定的 所以 一句說完 這一節 看到昨天的影片 再看昨天黎明 因為昨天演唱會結束 然後他回答摩天論 我覺得 所有東西的教訓 都是一句說話 說完 就是 有些錢不能省 有些錢真的不能省 尤其是跟我們香港人的 人身安全自由 有關的話 有些錢真的不能省 所以 所以大家多多支持 你想想 你維持香港的質素 維持香港的質素 你真是靠一群香港的專家去監察 如果你每次都把這些東西請回來 然後外判 或者是 將它由大陸人去做一個檢測 是會有問題的 有些東西我不方便公開講 譬如我聽回來 都跟這些安全檢測有關 在紅磡那間大學 某大學 有關於一些 譬如是環境或者測量 有很多不同的項目 我聽過一個說法 就是 我不是在大學聽回來 我是在環保主聽回來 因為我都認識不同的部門 有些公務員 我都是同學 有講到一個說法 就是說 譬如現在香港是環境測試 還有很多交通 路邊的 什麼圓浮粒子測試 柱池類的 路邊的空氣汙染測試 在洪水口其實是其中一個測試重點 因為你看到一些車的空氣排放 或者廢氣排放 沒有的 有時候就是 其實你的標準是在 但是 你那個人 或者你那個執行的人 你是不是按 用那些標準來作為執行 就是一件事 我聽回來的 就是 那個項目就是由環保處 跟某一個學系合作 於是在那裏做檢測是怎樣呢 就是找一些中國學生來做檢測 因為那些全部都 比較多大陸的研究生來香港 那 結果怎樣呢 結果就是環保處去對的時候 發現那些數據 太過不像樣 太過不像樣 那他跟我說 結論都是一樣東西 填 隨便亂填 隨便亂填 好像中學生做功課一樣 隨便自己作數字交功課 不是啊 漏了 譬如漏了兩個指標 應該沒什麼影響 隨便填一個 看回平均數 填一個號碼 但是 人家一對 知道有奇怪的 那是下大雨的 或者是打風的 沒有理由嘛 你其他區都不是這樣的 那你看一看 放下去 一下大雨或者打風 那裏一定是不同的 空氣的指標 因為是洪水口 這些事情 但是為什麼會發生呢 不是單止這個制度問題 而是人的確有問題 這個是文化上的差別 所以我想說 講到底的就是 不要以為 那輛車是有質量好就沒事 靠安全帶 靠安全帶 靠安全帶是最基本的保障 好 那我們第一次時間差不多 第二節回來再講